柳青开思范冰冰公然站队崔永元,还称,真实爆料有的事。 不过后来有人擅出李晨璐这节目的照片,也算是辟谣了,不过范冰冰人还在美国,估计一时办会也不会回来了。 大家都知道最近崔永元和范冰冰杠上了,有个叫鲁诗宇的演员近日在微博上公然站队崔永元,还称,如果要真实爆料,我这里有的事。 陆诗宇这个演员可能很多人听名字不认识,但是说到他演的角色,绝对没有人不知道。 陆诗宇就是当年演《孩猪格格》的柳青,没错,就是范冰冰那个版本的《孩猪格格》。 柳青这个角色的戏份不算很多,但也算是经典,而且柳青和范冰冰演的金锁,当年可还是一对的。 这么说来,当年陆诗宇和范冰冰还是一对银木离博,现在公然开思范冰冰,令不少网友很震惊。 因为陆诗宇的微博粉丝很少不少人怀疑这个微博号的真实性,这个微博号的个性签名写的是《孩猪格格》,是颜柳青,目前是青年导演。 陆诗宇本人也解释是因为之前微博被盗,现在才找回来,还在评论中回复网友是本人。 不仅如此,陆诗宇还转发了崔勇一元被采访的微博,并评论支持崔哥。 昨日还发了一条微博,里边有一句提到了,某人恶劣行为我很清楚。 倘若崔哥需要握定挺身而出,看来也是准备找个好时机大爆料了。 曾经的荧幕离不如今准备开思,但确实获得了不少网友的支持,不过也不能排除蹭热度的可能性,还是静观其变吧。